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岁的肖敬腾能跟偶像王妃同台 简直像极了得到礼物的小朋友 而对此也有网友喊话孙恋思 生完二胎抓紧来参加《患乐之城》吧 你的偶像王妃在这里 实话实说 肖敬腾的出现 砸出了很多王妃的圈内粉丝 除此之外 昨天晚上芒果台 公布的第四期《患乐之城》预告 也是吊足了观众的好奇心 因为在下一期中 接连有两个嘉宾都跟王妃关系不浅 先是王妃的好朋友陶子大爆料 上世纪的王妃 吓得王妃弯腰无嘴 简直不敢相信 陶子会说几年代那么久远的往事 而另一个嘉宾更是堪称重量级 那就是王妃的大女儿斗敬腾 其实关于斗敬腾即将来录制《患乐之城》 在上一周就已经有传言 可是在这次直接放出预告 已经坐实与之前的传闻完全相同 何炯问斗敬腾为什么要来参加《患乐之城》的时候 斗敬腾耿直回答 王妈叫我来的 连王妃都为这个回答 吓得不能自已 何炯接着采访斗敬腾认为妈妈 王妃是个合格的欢乐体验官吗 随后彤彤耿直回答很多 节目为了塑造效果 将这段音频剪掉了 不过看斗敬腾的眼神和表情 应该是对王妃在《患乐之城》上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而且肯定是曝了王妃的什么猛料 直接导致王妃大骂斗敬腾 胡说 虽然说是骂人 可王妃还是满脸的宠溺 因为他也直言对斗敬腾的表演非常满意 还说这是他来《患乐之城》 看到的最贴题目的表演 由网友喊话王妃说 王妃姐姐说好的不点评呢 虽然这不是一个打分的节目 可是王妃对斗敬腾的高评价 也确实为斗敬腾圈粉不少 可是谁注意到这个时候李嫣的表情呢 这是王妃斗敬腾李嫣母女三人 能够在综艺节目上首次同台 非常值得纪念 当时李嫣一直紧紧靠在姐姐身边 被妈摟着 一脸的满足 尽管李嫣被爸爸李亚鹏照顾得很好 姐姐都敬腾妈妈 王妃一直都非常爱她 可是像这样能一家团圆的时候并不多 网友满脸憧憬的说 再加上李亚鹏就更好了 网友朋友们喜欢王妃吗 期待下期都敬腾的来临吗 欢迎大家在文末留言讨论哦 感谢亲人的用心阅读 如果能赞一下 笑笑今天要开心的满地打滚了